花莲体育好手杨凯涵日前在全运会当中获得了射箭反曲功男子组团体赛的银牌 市长魏佳燕特别颁发了体育机有奖励金 肯定他在全国赛事上的优异成绩 也期盼学生能够持续精进在各项比赛中持续脱颖而出 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一年级的杨凯涵 在国中时期参加射箭队后从此爱上射箭运动 时常在各个赛事中夺得奖牌 而去年是他在花莲体中的最后一年 他除了在全中运赛事中拿下个人银牌团体金牌 这次更在112年全国运动会中宅下射箭反曲功男子组团体赛银牌的好成绩 为此花莲市长魏佳燕也特别颁发体育机有奖励金 肯定他的优异表现 因为全运会是全国最大的体育赛事 所以这个奖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为花莲去代表 然后得到这份荣誉 那我想在花莲市有非常多涉及在这里的非常优秀的选手 那只要我们知道 一知道他有得奖 或者是他在某一项竞赛里面的成绩非常优秀 其实我们都很愿意颁一些奖励金鼓励他们 那我想选手在这段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是最需要鼓励的 那未来日后也可以成为国家的一些选手 那为国争光 那也替花莲来争光 市长魏佳燕表示 每一面奖牌的背后 更是选手们风吹日赛不断苦练而淬炼出的成果 希望这份奖励金能带给了来运动的选手实质的鼓励与肯定 也期盼大家能多关注各项运动赛事 给予体育选手支持与应援 而施工所也将持续办理各类型的竞赛 发掘有潜力的人才 并成为花莲选手的坚实后盾 记者 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